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这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中国最有钱的和尚 或者说是最会搞钱的和尚石永信 现在是被网友拍到 已经是飞到国外去了 跑了润了 出家人这一次是真的出家了 出的还是国家 网友是怎么发现石永信的 是在10月20号 少林寺方丈石永信正在飞往阿联酋的航班上 当他与女空城交谈了几句之后 发现有人在拍他 于是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在阿联酋的航空还有网友说这是头等舱 这派头买房买车都不算 还要坐飞机都要坐头等舱 那么关于石永信始终无法避开的三个话题点 就是性金钱和少林寺商业化 河南少林寺方丈石永信在北京 有大学生情人 有私生子在德国 同时还拥有三亿美元的海外账户 这都是以前的报道 现在可能更多 现在孩子都估计已经长大了 对此少林寺回应 以上都是谣言 是谣言吗 观众朋友们 你们告诉我是不是谣言 在留言区发表你的观点 或者说我这些节目就哪些没有讲到 你们也可以进行补充 石永信的我们大致可以过一过 他的个人简介 是六五年是生于安徽 姓刘明映成 法明永信 而且还是九十十一十二届的 全国人大代表 他的头衔包括 但不限于第十届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 河南省政协第十二届委员常委 现任河南松山少林寺方丈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 信仰是佛教 结果把信仰 把少林寺做成了一门生意 那么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稍微盘点一下 稍微扒一把实用性是怎么把一个少林寺 把信仰搞成现在充满了铜臭味的 先来过一过少林寺的商业版图 被扒出有18家企业的控制权 你看一看 少林武僧团 少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少林书局 讲座互联网 电子商务 食品发展有限公司 文化中心 少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少林药局 这就是10个了 寺庙托馆 还有寺庙托馆 我要是在某个地方我开个寺庙 我可以跟他们谈一谈 交加盟费 我就可以挂个少林副的牌了 我就可以收大家的香火钱了 我就可以做信仰买卖了 这是寺庙托馆 不光是国内有国外也有 马上咱们再说 还有少林香糖有限公司 还有卖书 卖书卖音乐 还有少林武术经济 武术表演 为了宣扬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佛教 然后请这些少林的武僧去表演节目 但是武僧真的能打吗 我们看电影 最早是看少林寺 李连杰打的这么厉害 从强身健体的角度去看待武术 它是有正面的积极的用途的 但是你太过于神话 中国武术天下无敌 少林武僧 大变天下无敌手 还有谁啊 一龙 被吹捧的武僧一龙 真正到那些国际舞台上 就玩不软了 你忽悠可以 炒作可以 还有大型文娱活动 人们精神生活很空虚 就要靠信仰来填补 但是信仰是一个被贩卖的信仰 少林寺他承接很多活动 什么世界旅游小姐大赛 那些加力安排在少林寺观光 就这还不行 干嘛还要上市圈钱 少林寺的产业链非常复杂 从武术学校到佛教用品 旅游文创 餐饮服饰药品 甚至还有专门的网店 少林寺欢喜地 欢喜地 怎么个欢喜法 不管吃得用的 高端低端的 少林寺啥都干了 披着宗教的外衣 吃喝嫖赌啥都干 寺庙的尽头是生意经 是经济学 不知道佛祖知道了 是该哭呢 还是笑呢 我们来继续看一看 这个少林寺的版图有多大 多年来在方丈石永信的主持下 少林寺不仅重建了法堂钟楼 古楼 还成立了少林五僧团 进行全国的演讲 咱们就是公平来说吧 少林寺你要是有这个能耐 去重新修建法堂钟楼 古楼等等 侍奉佛祖吗 不同的信仰要侍奉不同的神 你说基督教我们是侍奉上帝 我们都是上帝的子民 如果你信的是道教 你属于一个老子里尔的像 然后经过那些善男信女的捐款 你去修建你的道观啊 这都是好事 但是有个词大家别忘了 叫程序正义啊 程序正义 少林寺你既然信奉的是佛教 佛教有佛法 佛教也有清规戒律 结果到现在搞得这么充满了铜臭的味道 2022年少林寺更是以4.5亿元 购买了正东新区的一块地 准备进军房地产 2022年进军房地产 我很怀疑现在是亏了多少钱啊 你要是扫个10年20年进军房地产 可能现在赚的更多 但是现在你投资房地产 嗯 这个就不乐观了 那么不仅如此 少林寺还作结了海外生意 比如遍布全球的海外少林文化中心 有50个 门下洋弟子多达300多万人啊 少林寺他不单赚香火钱 而且还是以会员制的形式 按小时收费 吸引了众多少林功夫爱好者 他这个按小时收费 吸引少林功夫爱好者 我怎么马上想到了 那个科技鱼很活呢 不管什么样的美食 我稍微加一点 所有就能够给调出来 那别人就说 你这不是骗吗 说到这里 我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啊 是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 实在这边呢 我碰到一个老外啊 他就是非常喜欢中国的文化 特别喜欢中国的功夫 他想去中国旅游 他想去中国拜师学艺 但是他又很穷 他又没钱 机票都买不起 然后思来想去就想到一个办法 在这边呢 有一些从中国过来来赚钱的 有一些女孩子呢 他们也希望尽快的快速的能够拿到身份 然后这个西班牙当地人呢 就跟他就一派集合 那这样吧 那咱们俩就结婚凑合着过吧 然后呢 你跟我结婚之后呢 你的身份就搞定了 我呢 我去中国呢 也方便啊 但是这个来回机票钱 你帮我出了吧 我现在我很穷 每个月就领福利 领几百欧元 你再想想是 那我们就凑合着过吧 领证结婚 然后呢 这个男的就跑中国去旅游去了 结果到了河南啊 想去找个武术学校拜师学艺啊 结果满大街都是打着少林寺旗号的 各种各样的武术学校 他当时就懵了嘛 这跟他想象的不一样啊 你不管看电影少林寺啊 不管是李连杰的少林寺 还是刘德华谢霆锋主演的新少林寺 或者说有很多中国元素 比较浓厚的电影 你比方说这个动画 功夫熊猫 那些老外面看到这些影视作品的时候 他对于中国的文化 是有一种神秘的东方情节 但是当他到了河南之后啊 特别是一些河南三次线城市 看到的满眼都是脏乱差 跟电视上面讲的完全不一样 如果说再被当地人载解到 可能这个心态就崩了 比方说前一段时间的迷笛音乐节 在河南南洋举行 结果那些乐迷的物品被偷了 他们就对河南这个地方就开始口读比伐 西班牙的当地人也是类似啊 他想去中国学功夫 结果转了一圈 就是大失所望 神秘的东方 神秘的少林 原来并不是我想的这样 然后就回到西班牙去了 后来呢 跟这个女的感情呢 又传出来也不太好 后续我就没有去关注这么一个事了啊 那你想想这个老外他到中国去啊 到河南去找少林寺去学功夫 结果非常失望的回来了 这个老外应该怎么样 应该去啊 找那些商业化的组织 可以充分满足你的好奇心 满足你探秘中国文化武术的这么一个 劣奇心理 结果他就没有去找这些商业部门 自己就这么愣愣的去了 结果就失望了嘛 那同时他这个失望啊 也是对中国文化的一个失望啊 我们再来看一看少林寺啊 他们是怎么圈钱的啊 有人会疑问啊 少林寺赚了这么多钱 理应就不要在游客身上打主意了吧 并非如此啊 少林寺以及少林寺全国各地 世界各地的分店啊 不仅门票要分三六九等啊 卖箱也是明码标价 最低四百元一注 然后是一千三两千六三千九 最高价位的是十万一注啊 正所谓佛钱一贵三千年啊 佛说一瓶三万元啊 我佛慈悲 但是不度穷鬼啊 穷人你就别来啊 让这个佛慈悲了啊 你穷人他就慈悲不起来 少林寺左手佛经右手生意经 两手抓的确实666 其实少林寺虽然说有1000多年的历史 但是在建国之后啊 这个往昔的气势早已是荡然无存 多亏了一部李连杰主演了少林寺 让人们的视线重新聚焦了起来 我记得我小时候啊 这个电影活到什么程度啊 人们不管是穿个背心 还是穿个什么T恤衫 还是穿个什么衣服啊 总希望在背后或者胸前 写两个大大的少林啊 拿着给这么印刷印的 印的少林 因为少林寺当时特别的火 哎一看少林 你去过少林寺呀 这就是文化事啊 当年在拍少林寺的时候 少林寺都年久失修了 寺内杂草丛生 荒草一人多高 最终剧组只拍了若干镜头 其他大部分的都是在外地拍摄 然后呢 少林寺上映之后票房大火 国内供应的票价 当时是三毛钱 结果创下1.6亿票房的惊人记录 那么你按照现在啊 看上电影怎么着 30 50这是最便宜的了吧 如果这部电影放在现在的话 这个票房怎么着得300亿起步啊 少林寺这部电影带火了 李连杰也带火了少林寺啊 当时时永信已经在少林寺了 然后在这部电影大火六年之后 少林寺行政方丈原济 实用性正式成为少林寺的主持 全面负责寺庙工作 然后就开始带领着少林寺 进行了一系列的骚骚作 直到我们今天看到了少林寺 如此庞大的商业版图 要说传播佛法适当的搞钱 其实我觉得按道理来说吧 不算是坏事 但是怎么感觉这么一个传播佛法就变了味了呢 怎么着你穿着袈裟你里念经啊 你不能穿着袈裟去嫖娼啊 你不能够穿了袈裟开着奔驰宝马到处照摇撞骗呢 是吧 你想去经商 你脱了袈裟再去 你还俗可以吧 佛门本是六根清净之地啊 说好了复大皆空 如今完全变样 寺庙成了企业 方丈成了法人 佛法就变了味了 我不知道大家对此怎么看 我个人我是怎么看的 如今少林寺的商业行为啊 总结就是六个字啊 劣币驱逐良币啊 像石永信带着少林寺这样的操作 已经是完全违背了佛法了 但是在中国呢 还有一些真正的一些僧人啊 他们在坚持自己的信仰 他们是真正的苦行僧啊 你看到像他们穿了僧衣啊 袈裟啊 打的全部都是补丁 没有一个衣服是不打补丁的 而且在接受善男信女施舍的时候 人家明确的说我们不要钱 只要食物 和尚不是经常说吗 钱财乃身外之物 在寺庙里面呢 也经常传一个词叫什么呀 叫满足 比方说有的寺庙盛饭啊 规定就吃一碗 这一碗盛满就足够了 就满足了 不许吃第二碗 这叫满足 那么你看这些苦行僧呢 他们在接受施舍的时候 我也要满足 他们施舍给我一些食物啊 或者说必要的情况之下 少量的钱 这就满了 这就足够了 这叫满足 像这种佛教族 像这些苦行僧啊 我认为才是真正的信仰者 但是这些人正在被淘汰啊 这么多年少林寺石永信 天天各种头版头条上热搜 全国各地开分店大肆敛财 是那些真正的信仰者 谁去关注他们 几乎就是门人关注了 他们的寺庙需要重修 他们所供奉的佛祖需要重塑今生 但是别人都不知道啊 这就是一个很悲哀的地方 那么回到节目开头说的 石永信他出国 那么他有没有可能移民海外呢 是非常有这个可能的 因为他以一个和尚的身份 结果吃喝嫖赌全都占了 什么私生子包小三 包括现在动不动传出来很多和尚穿着袈裟去嫖娼的啊 穿着袈裟去习律中心的 这股风气就是他带坏的 而且脸这么多钱 海外几亿美元的存款 这些钱难道真的就是干净的吗 现在看似疯狂无限 你不知道哪一天这个风向突然一拐 他马上就要倒霉 很有可能习近平一句话啊 这个中国的宗教问题 预约太过了 我们必须要整治 可能一句话 马上很多人就要跟石永信去划清界限 所以石永信他自己难道说就没有一点危机感吗 他这么聪明的一个和尚 这么会搞钱的一个和尚 难道看不到这一步吗 他也能看到这一步 从这个角度去分析啊 石永信他是非常有可能移民的 就是说一去不回了 隐姓埋名也好 还是还俗也罢 对于他来说 移民出国符合他自己的利益 在国内待着 你等着看 迟早得出事 那今天这期节目呢 咱们就先说这么多 感谢大家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